大家好,我是Jeryl,苏瑞峰 你有没有想过在家里可以增贴一些物品 比如说养鱼来增加家里的生气呢? 或者有没有碰过小朋友跟你说 妈咪,妈咪,我可以养鱼吗? 可是你会觉得会不会很麻烦? 要怎么养? 没关系,今天我来告诉你一个简单又漂亮的养鱼方式 首先我在家里面找到一个比较少用到的饼干桶 这个可以当成我们养鱼的鱼缸 当然如果你有更大的器材或者更大的罐子 我会推荐你尽量去用 比如说如果我们住在两房子 比起一个住在一个私人房子里面的人 当然住在那一个大房子里面的会更加的开心 对不对? 所以跟鱼的道理也是一样 越大的空间它就越开心 不过今天我们是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步骤 就是打架鱼 有些人也称为它为斗鱼 所以斗鱼一般上如果是公的斗鱼 它只可以自己一吃 可以这样住在一起 如果你想养鱼 其他的鱼一定要有足够的空间 千万不能用这种小小的桶 如果今天我们是来说打架鱼斗鱼的话 这个是没问题 首先我们养鱼就是要学会养水 如果养水呢 比如说我们家里面的水龙头 打开之后 你把它装进去水桶里面 这个时候呢 就要注意了 尤其在新加坡 我们的这个水分呢 是有参入这个chlorine 就是来防止一些冰毒把这个水弄得干净 不过这个chlorine呢 对鱼来说是非常非常有大害的 他们会把他们的身上的一些步骤把它给杀掉 所以呢 我们就要学会养水 一般上如果你把它做隔夜水 过了24小时后 这个chlorine会自然的消失掉 不过呢 我们现在的人因为忙碌的关系呢 可以使用这个antichlorine 在鱼店都可以买得到 好了 如何要使用呢 非常的简单 OK 如果你是用一些比较好的牌子 可能它比较强烈 你放一两滴都OK了 不过因为我这个算是比较普通的 我会建议大约10到10 5滴左右吧 放过一点没有关系 赶快来啦 OK 过后呢 我们呢就要用 一个 你可以用一个 筷子啊 或者其他的用品 跟它搅搅一下 就是让它这个水里面可以吸收 到这个chlorine OK 过后呢 诶 我们呢 不要急着放鱼先咯 来 先把它布置得漂亮 就像我们搬进新房子里面的时候呢 我们先要把它布置得漂漂亮亮 我们人才可以进去咯 根据你自己的创意 根据你自己的喜好 来自己的摆设 没有东西没有错 就像艺术品一样 OK 我现在做一个非常简单的摆设 一旦这些都完成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鱼放进去咯 记得千万不可以把这边的水放进去 因为你不晓得鱼店的水呢 它有没有带入细菌 所以如果你用过火炉 你可以直接把它捞上来 不然像我呢 因为这样简单的步骤呢 我就直接把鱼呢 跟它捞上来 直接把它倒入进去 我还能够建议你们尽量去找一个网 因为呢会比较容易 好了鱼已经进去了 然后呢 如果你要把它加的这样可爱一点 放一个小麻烦在里面 这样子就非常简单又漂亮 一个礼拜换一下这个水左右 应该换大约50%的水 或者到30%的水都OK 今天的生活小电视就到这里 我是Jerad 苏瑞峰 谢谢大家的收看